現在要談的叫做噪音 就是聽起來不舒服的聲音 那我講過這要不科學啦 有一個聲音 重金屬搖滾 就說吵出來沒有任何的美感可言 結果就覺得很爽啊 聽起來很開心 結果就不科學 那科學上所謂的噪音 法律上所說的噪音太大聲 大聲到超過它的線路就成為噪音 所以你去放被多分的音交響幾 放大聲 那你叫做噪音 不要跟它吵出來 我叫做四店名曲 那叫做噪音 太大聲就叫做噪音 那麼 噪音就會干擾生活啊 對於身心有一些不良影響啊 容易聽笑 抓狂啊 什麼之類好 然後呢 噪音來源有很多種工廠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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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建工地 蓋房子 不過我講過了齁 高島屋在蓋的時候很吵 就是兩者在蓋的時候安靜多了 雖然他還為了蓋房子幫我們需要裝冷氣 讓我們可以隔起來 但是基本上兩者在蓋的時候安靜多了 高島屋在蓋的時候真的非常吵 你看施工方法也有改進 然後交通工具啊 汽車啊 呼嘯聲啊 喇叭聲啊 除了喇叭聲啊 什麼都會想到那種聲 捅捅啊 喬啊之類的 然後寵物啊 我講過了小貓 小狗小孩啊 亂哭到他們叫之類的 婚商喜慶啊 示威遊行啊之類的 然後呢 廟會啊 出師證啊之類的 就是來源 防治 就是要改善生活習慣 減少製造噪音 選用低噪音的機器 我講過了 冷氣機現在都很喜歡打廣告說 他是安靜無聲嘛 因為骨座的冷氣非常長 骨座的冷氣非常長 現在就要告訴你他安靜無聲之類的 然後呢 做一些隔音設備啊 有隔音牆啊 有花木啊 像那個高速公路上面 種的那些花花草草有幾個用處 一個用處是用來擋光 避免那個對面車道的光 一個就是能夠吸收聲音 吸收聲音 OK 讓他減少噪音 就是有關音 噪音的部分 非常簡單 看一看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題目 這個是考過的 這種 這種問題是考過的 ドレミファソ 代表什麼 ドレミファソ 就是聲音的高低嘛 聲音的高低就是音調嘛 是由頻率來決定的嘛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叫做B耳 簡單嗎? 這考過喔 這考過喔 啊 請問你誰是用分配當測量單位 停車戰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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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用分配當測量單位 帥哥美女2號 直接 要想那麼久喔 5 4 3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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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6 6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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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